原标题,美国政府停摆猫猪何时休? 证券时报记者吴嘉明,对于美国政府来说,停摆已经不是什么新闻,从去年12月22日开始的美国政府部分停摆,已经超过一个月的时间。 据海外媒体报道,美国白宫可能正在为更长期的停摆做好准备。 美国白宫预算管理局局长兼代理幕僚长在敦促下属提供一份清单,列出若美国联邦政府停摆持续到3月或4月,那些部门最受影响。 对此,海外媒体认为,这是有关白宫在为政府长期停摆做好准备的去遭证据。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民主党领袖舒默宣布,参议院将于当地时间24日,对重开政府的两项提案,进行程序性投票。 据悉,一项提案,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牵头,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Wincher Chubin提出的长达1300多页的法案,法案中的造强诉求维持不变,还包括一些对民主党妥协的条款, 例如在本财年胜月时间里,延长反暴力对待女性法案,伪造热飓风和火灾的州,提供额外救灾措施等。 另一项提案则是由民主党提出的重启政府计划,但只持续到2月8日,以便有更多时间进行谈判。 有分析人士表示,由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间把弩张的关系,这两项投票通过的希望都很渺茫。 不过,特朗普在推特上有关国情资文的表态,令其与民主党欲拒紧,张的关系有所缓和。 此前,因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,表示,不结束政府停摆,就别想发布国情资文,特朗普的国情资文计划遇阻。 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,佩洛西因政府停摆改变主意,提议推迟演讲,这是他的特权,我会在停摆结束时做演讲。 其实,佩洛西与特朗普,先前就国情资文有过缠斗。佩洛西在本月16日知信特朗普,提议推迟国情资文演讲。 特朗普则在一天后回线,不让佩洛西和其派议员坐军方飞机出访。 据悉,此次被迫关闭的美国政府部门,包括司法部、国土安全部、国务院、住房及城市发展部、交通部、财政部、农业部、商务部、内政部等。 随着美国政府部分停摆,美国经济所受到的影响,也越来越引发关注。 标普全球评计此前估算,截至1月11日,美国经济已经因联邦政府部分停摆两周损失36亿美元。 如果此后两周继续停摆,造成的经济损失,下突破60亿美元,比特朗普要求国会同意提供的修编进场资金57亿美元还要高。 得一职银行首席国际经济学家Tetan Clark更大胆预言,贸易摩擦加上美国政府的部分停摆,可能足以使美国经济在今年陷入衰退。 美国政府部分停摆让企业上市和变购活动都受到影响。 这时,有一项通常不受投资者注意的招股方式,却信任地承来关注焦点,这类企业被承来空白支票公司。 其IPO目的就是为了筹资用于收购。 得益于独特的结构,这类公司上市并不需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批准。 据悉,所谓空白支票公司也被称作特殊目的收购公司,SPAC,实际上只是个空可字,但承诺用IPO筹集的资金,去收购某家企业,这些公司手头并没有运营资产。 专注于IPO的研究机构Renaissance Capital表示,又九家空白支票公司已明确表示将进行IPO。 作者,吴嘉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者,吴嘉明。 作者,吴嘉明。 作者,吴嘉明。